美股周一大幅收跌 今天最引人的消息是原油期货历史首次出现复值 受到疫情影响 美国5月份原油期货收盘暴跌306% 价格跌至复值 这意味着卖方需要付出代价 才能让买方从其手中拿走原油 真是活久见 盘后重回正值 报2.5美元每桶 此外 各大投行纷纷表示 标普白指数目前已经严重高估 当前美股空前的高市盈率并无足够支撑 甚至于宏观经济与企业经营基本面都出现了背离 高估值的唯一支撑只有美联储的干预 值得投资者保持谨慎 以帮助小企业雇主在疫情当中生存下来 欧 medal 阻止